OK那么全部都组装完成之后 整体耗时大概是在4到5个小时左右 当然在组装的过程当中是对水口不做任何的处理 全部都是神之手一刀流来进行组装的 由此可见这款产品不要看它的装备不多 但它的组装难度组装的耗时是和女神装置是差不多的 还是先说一下小伙伴们最关心的拼装感受 首先在它的组合度方面的话 如果我们把万代的产品作为100分的标准来进行判断的话 这款产品我们就觉得它应该可以打到85分左右的样子 寿屋的机娘一般性可以打到90分的样子 它比寿屋稍微差一点的原因就在于有一些地方的关节 还是会比较的紧 组装起来的时候稍微需要使一点劲 特别是在它肚子处的这一块零件的地方 前后盒的地方这个零件是相当的紧 需要对它的内部零件做一定的简单的打磨 然后把卡榫稍微剪掉一些才行 这款产品萌兔在制作的时候 在它的内部零件是做了一定的打磨的 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它的侧面是严丝合缝 没有任何的缝隙的 第二处地方就是在它的大腿前单处 在它的左腿的地方萌兔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可以看到有一条非常细的缝隙 这的话是怎么捏都捏不容的 但是右边的话已经做过了处理 把它当中的卡榫剪的稍微短一些 然后内部嵌在中间的肉色零件稍微磨的薄一点之后 就可以做到一个非常严密的闭合了 然后在它的小臂前端也会有一点缝隙 这个结构和女神装置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缝隙的话是要在后期做一个无缝的处理 不管是削缝也好还是剪卡榫也好 这只能算是做模型当中的一个最基础的操作 所以说整体的组合度来说 这款产品还是相当是不错的 然后再来说到水口的处理问题上 这款产品身上会有一部分的隐藏水口的处理 但是隐藏水口的占比不是很高 大概只有10%左右 但是即便如此 其实这次的产品在水口上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门座用神手一刀流剪下来的话 基本上水口是非常的不明显的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唯独有一处地方的水口是非常的明显 以及难看的就是在它收纳盒的水口的地方 它是有一个高反光的材料 所以说这个水口剪下来之后 是需要做一下简单的打磨处理 后期还要去抛光 稍微需要费一点试 除此之外的地方的水口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然后第三点大家最担心的问题 肯定就是它的关节强度问题了 受了之前魔神凯撒的伤 这次对这个机娘的产品 也是大家都比较的担心比较的不安 但是萌兔做下来可以和大家说 这次的机娘的产品在关节的强度上是非常的过硬的 因为身上超过80%的面积使用到的全都是ABS的零件 强度是非常之高的 除了它身上这些个需要做消缝处理的手臂 腿部的地方用到的是PS零件之外 大多数的零件都是ABS 特别是它的裙摆处的这种连接关节的地方 以及它的支架处的这种需要可动的这些个关节处的地方 用到的全都是ABS的零件 并且ABS零件它阻尼的控制感还是挺好的 完全不会有什么深色的那种感觉 整体的这种强度还是非常之高的 如果大家觉得ABS的零件还是不够安心 还是会断的话那没关系 本体身上的关节关节的部位 使用到的全都是POM零件 什么是POM零件的话 这里就不多说了 自己可以去摆度一下 主要是会有三处 首先是在它手腕处的零件 因为我们经常要掰手来拿武器 什么叫掰它的手 然后第二处是在它宽关节的地方 这一根桩的地方连接大腿 因为我们经常掰它的大腿 这个地方也是挺受力的 第三处就是在它脚腕处的地方 我们经常要去掰它的脚什么 这三处地方用到的全是POM零件 强度可以说是相当之过硬的 你把它腿掰断了 这个关节都不一定会断 如果觉得POM关节太硬太紧 不是很喜欢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在同样的关节处 还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套 相同的ABS的关节 ABS零件相比POM来说 可能会稍微软一些 而且还可以做一个备用的零件来进行使用 所以说这次官方考虑的可以说是相当之周到了 是吸取了之前魔神凯撒的教训了 第三点非常不错的地方 就是这款产品全身上下都是完美分件 它身上非常小的这种花纹点缀的地方 它服饰出黑色的地方 全部都是独立的分件 所以说对于素素党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利好消息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角色在设定上 它的分色就比较的简单 所以说能够做到完美分件的话 也算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吧 那么根据以上几点的综合表现来说 这次产品作为一款拼装模型来说 已经是达到及格线了 下面再来看一看它作为一款机娘来说 整体的外观表现如何 首先还是看面想 因为作为一款机娘来说 最最关键的还是它的面雕好不好看 不管你的产品分件有多理想 组合度有多好 你的脸只要难看了 它就是一个垃圾没有任何的价值的 今天普拉奇纳木的话因为是GSC出品 作为首班玉三家之首的GSC 在面相上可以说是完全不用担心 不用有任何的怀疑的 把覆盖那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深邃眼神 得到了一个非常忠实的还原 用到的全都是一应的方式来进行制作 除了正常的脸型之外 另外还会有两个替换的脸型 分别是一个双目紧闭的睡觉时的脸型 还有一个是它正在微笑时候的脸型 那这些替换的面雕全部都是预组装的零件 只要打开包装之后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完成度了 而且不单单是在它的五官上有非常精致的移印 而且在它的这个肤质表现上 也会有一层非常细腻的类肤质器的涂装 可以说整体的这个面雕表现 会比寿屋的女神装置的系列会更加之棒的 完全达到了GSC做手办的那样子一个高度的标准 非常的赞 在整体的身体比例上设计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纤细修长 再加上脚掌处使用到的是这种非常高的 细高跟的结构设计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非常高冷艳的芭蕾屋演员 如果再加上它外面这个非常庞大的机械裙摆之后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种罗莉塔的既视感 那这款产品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 就是它的这个非常庞大的机械裙摆的造型结构 这些结构上有非常漂亮的这种花纹的镂空设计 以及还有这种浮雕的点缀 这个造型的话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浓郁的歌特风的感觉 再加上这些搂空的裙摆零件 使用到的全部都是ABS材料来制作的 所以说有着非常之棒的精度表现 非常的锐利 不但如此这些裙摆还做出了这种多层的造型设计 给人在视觉的观感上会有非常强的立体感 然后在本体的替换手型方面总共是给了我们有5对 主要就是五指张开 然后握拳手两把握剑手以及一个握梳的手 还有一个翻页的手 都是用PVC的材料来进行制作 所以说会有一定的弹性 在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握持武器也好 还是拿它的那本书也好 拿的都是非常紧的 不太会发生掉落的情况 OK然后之后想说一下的就是 之前在开箱宿主的时候 萌兔有说过 今天这款普拉奇弹姆的原型设计 和寿屋女神装置的原型设计的是同一个人 下面的时间想要拿出一款寿屋的女神装置的系列 来做一下对比 看看他们两者之间在关节结构上 到底有些什么区别 那两者放在一起之后 一目了然的最大区别 就是他们的身材比例和身材大小是普通的 明显这个普拉奇弹姆是会比人者更大上一些的 而且两者在头身比例上也会有一定的区别 人者的头会偏大一些 看上去的话会更接近于二次元的美少女的设定 而普拉奇弹姆的话 这个头身比例则更会接近于三次元 标准的九头身身材比例 当然普拉奇弹姆看上去这么大的话 也和他的大高跟 以及他头上的这两个耳朵有一些关系 但是即便把这个东西抛开之后 其实他身材的腿脚 以及他的手臂身材的长度 也会比忍者会更大一点的 除了身材比例之外 其实在他的关节结构上也会有一定的区别 主要是会有三处 首先是在脖子处的地方 女神装置的脖子关节 是会给我们一个前后的摇摆 以及左右的侧摆 但是普拉奇弹姆的话是没有的 他只有一个前后 然后上面和头连接的地方也是一个前后 左右的侧摆完全是靠 他的一个当中的球形关节来进行连接的 而且这次普拉奇弹姆 在他的球形关节连接上的松紧度上 也是挺不错的 不像女神装置 不是太紧就是太松 这次的话 普拉奇弹姆可以算是恰到好处 非常的舒服 扭头什么的做的都是挺舒服的 然后第二处区别之处 就是在他肩部关节的连接结构上 女神装置的地方 这边他是一个球形关节 拔出来看看 是一个球形关节插在他的肩胛骨上的 普拉奇弹姆的话 他直接就是一根直装 直接这里也是直装 这里也是直装 插在他的肩胛骨上的 所以说在肩部的可动范围上 相较于女神装置来说 可能会稍微小伤一些 但是对于外观的美观度来说的话 可能萌兔还是更喜欢这样子一个 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关节 会更好看一点的 肩胛骨的地方 大幅度的向前的旋转关节 这两个产品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第三点区别 也是区别最大的地方 就是他胯部连接的地方 女神装置的胯部连接 他是通过一根装 将两条腿线连在一起 然后再擦在他的腹部的 然后通过腹部的旋转关节 来实现他的髋关节的上下摇摆 前后摇摆的 但是普拉奇弹姆在髋关节的地方 他的胯部和身体连接的地方 是在他的最外侧两侧 有一个独立的连接来进行连接的 所以说当他的髋关节要向前进行翻转的时候 是会向下有一处的小范围的拉伸 拉下来之后再往前来进行翻转 所以说他的提跨角度 是会比女神装置更大一些 更自然一些的 然后他配合让他髋关节的 有一定的向下的拉伸幅度之后 他的整个的暴息的幅度 抬腿的角度 是会比女神装置大上不少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小伙伴会说 这次的普拉奇弹姆 为什么可以做到一个暴息的动作 但是女神装置却做不到 问题的话就是出在 他的这个关节的地方 这个关节的普拉奇弹姆 他的可动幅度是非常之大的 说到了结构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下的 就是这一次的普拉奇弹姆 在整体的关节的松紧度上 是非常的牢固的 因为普拉奇弹姆 他不像女神装置那样 需要做装甲的替换 有一些部件需要进行拆分 进行替换的 普拉奇弹姆 完全不用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他身上的整体的关节 牢固度是非常之牢的 还是用忍者来举一个例子 那但凡做过女神装置的小伙伴 都会知道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神装置 他身上有部分关节 是非常的松动的 首先他的这个胯部关节 可以看到他是两条腿 就是基本上就是跟挂上去一样的 还有就是他这两个 这个腿部的侧摆关节 也是有一些松动的 还有他上半身的这个侧摆关节 也是非常的松动 你拿一个武器一边稍微重一点 他这个身体就会斜过来 那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说是所有女神装置 都会有的一个通病 那在拼装的时候 是需要对这些关节做一下加固 才能够在后期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把玩感受的 那这几个松动的关节 在这次普拉奇纳梦的产品上 表现可以说是非常之优秀的 首先他的上半身 非常的牢固 他这种掰起来的时候 这种阻尼的感觉 非常的舒服 完全不会有松动的情况 下半身的情况也是一样 两条腿是非常的紧 不管是他的侧踢 还是前踢的角度 这种阻尼的感觉 都是恰到好处 非常的舒服 掰起来这种感觉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的 因为刚才有说过 他关键关节的地方 使用到的全都是ABS的塑料 所以说你掰的时候 是完全不用担心 他会折断或者是损坏的 但是在拓展的可玩性方面 普拉奇纳梦就会相较于 女神装置来说 稍微逊色一点了 当然这也是和产品的定位相关的 女神装置就是想要大家来 用寿屋的各种各样的 三毫米的孔洞来拓展玩法 来装武装来装武器 但普拉奇纳梦的话 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定了 他完全就是一个小人偶的设定 但是好在他这次产品当中 背后会有三个洞 这个洞的话是和寿屋的产品 是完全通用的 都是三毫米的孔洞 所以说如果你有女神装置 或者说是FA集多出来的装备 是可以装在他的身上 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拓展可玩的 当然今天这款普拉奇纳梦 它真正的可玩点 并不在于像寿屋那样有很大的 这种拓展包的设计 而是它是可以将本体 加上它的裙摆 加上它的武器支架 全部都装入它的收纳盒的底座当中 这个才是这款产品的一个最大亮点 那下面的时间来看一看 我们该如何把它全部都收纳进去 打开这个盒子底座之后 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安插的小孔洞 这些都是安装它的配件的 首先是它的这根支架 支架可以从中间一分为二 然后装在它的底座的盒子内部 在它盒子里面边缘处 可以把它支架给它插上去 另外一半是插在另外一边的盒子当中 它的书是插在它的方格当中 这把剑是分成三段 给它拆开来 分成三段来装在它的包装盒当中 OK这样的话就把所有的配件 全部都装入它的盒子当中了 然后就要对它的本体来进行变形了 变形之前已经把它的面雕 换成了它的闭眼的造型 马上就要进盒子睡觉了 本体变形非常简单 只要把它的整个身体团起来就可以了 把身体全部都团起来之后 再把它的大长高跟也要进行一下折叠 把它收到上面来 头上的两个耳朵也要向下进行一下翻折 然后在裙摆的结构上也要做一定的改变 把它内层的这一个裙摆 把它向内侧折叠 然后再通过这根桩插在它的背后 然后再把裙摆包在它的本体两侧 把它给包裹住 只要它肩部的两侧 还要再插上它的两个机械的小侃尖 把它给插在背中间 然后再把它的裙摆做一下简单的变形 把它压得再小一点 OK那么当本体像一个夹心饼干一样 被它的裙摆完全都包裹住之后 就可以把整个大疙瘩装在它的盒子的正中间 会有一个插销的地方 OK然后最后一步要做的就是将盒子 给它合起来就可以了 如果变形正确的话应该是正好可以将它的本体 全部都收纳入盒子当中的 全部都装入盒子之后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在盒子表面也会有非常精细的 这种哥特风格的奥克设计 加上中间会有一个logo以及它的名称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有逼格有没有 像一个八音盒一样 而且使用到的是一种高光的ABS塑料 非常的闪亮 虽然说这个水口你要自己处理一下 不然还挺难看的 这个盒子不管是出门旅行还是居家收藏 这样的一个盒子都是本体非常不错的一个 其身之所 好那就是这样 今天这款GSE出品的全新金娘系列第一款作品 普拉奇南文的话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经过萌兔的一番拼装以及把玩过后 觉得这款产品在综合素质上还是挺优秀的 即使你是一个素组的玩家 在素组之后这款产品 也是可以带来一个非常不错的完成度的表现的 但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却是需要有那么一些些制作模型的经验以及技巧的 至少你要会非常熟练的处理水口 在碰到这种组合不是很紧密非常紧的时候 你需要做一些简单的打磨或者剪装的动作才行 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基础的操作 应该不是非常的难 另外还有一点令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底座间收纳盒的设计 这个设计可以把所有的本体 以及所有的配件支架全部都装入这个盒子当中 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眼前一亮 也是非常的新奇的 应该说是一个首创吧 并且这个盒子做的还是非常的漂亮 像一个八音盒一样 这种有能有角的设计六边形的造型 非常的美观 萌兔非常的喜欢 可以说这样子一个设计 是给这款产品加了非常大的分的 萌兔手上的这个产品 因为是WF的会场限定的先行版本 所以说数量非常的少 如果喜欢这个产品想要购买的话 可以等5月份的量产版的发售 现在正好在接受预订 很多地方都有预订 可以去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现在去预订还来得及 售价也不是很贵 中国买的话只有300人民币出头一点点的样子 就可以买到了 和一般性的女神装置的售价是差不太多的 好 那就这样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 收藏 以及分享 想要收看更多精彩模玩分享视频的话 你可以订阅或者关注一下 我是蓝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